哈喽 各位收纳信徒 大家好 我是收纳幸福 廖心云 廖哥 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上来看 我等一下大家上线 如果你已经上线的话 你可以帮我按一个赞或爱心 让我知道你在线上 有 我看到一个人来看了 好 很开心我今天要讲的这个 我相信很多人 家里全部 蛮多家里的人 都有铁架 如果你们上线的话可以留言跟我说一下 因为我想要看一下我留言 有没有问题 我今天要讲的这一本书叫做 全方位收纳家的铁架活用素 然后我想要问一下 现在在线上的粉丝们 就是你们有没有 家里有买铁架吗 就是我觉得啦 我去绝大多数的人的家 几乎都有铁架 可是好像都不太会正确使用 所以今天我刚好 分享这一本书可以教大家 怎么收纳 就是利用铁架来收纳 然后增加这些空间 耶~~好 我看到你们留言了 好 我刚刚看到张安婷 你有说就是 刚好有一种吸引力法则的感觉 就是正在找那种 铁架到底要怎么收纳 正想要买铁架 就刚好看到我在讲这一本书 议员讲说很好用 可是不美观 讲真的 我觉得它真的不是很美观 可是如果说 你要把它收纳的 就是好看一点的话 有一个方法是 其实你可以搭配那种 比方说拉帘啊 或者是搭配其他的 比较漂亮的收纳盒 或者是收纳蓝等等 让它看起来是比较整齐游秩序的 哇!好!现在有118个人上线了 好!那我要开始讲一下 就是这个作者 他叫做Amy 然后他们就是 说他是一个铁架收纳魔法师 原因是因为他真的很厉害 他可以把铁架运用在每一个 是每一个 就是你想想象得到的空间 我真的觉得超厉害 有很多都是超乎我的想象 然后我要公众上一下 就是今天啊 如果你们有分享我这一篇直播的人 有机会可以抽三本这一本书 好!如果你们有觉得很不错 可以把它分享出去 那这个Amy呢 他之所以会爱上这个收纳的契机 是因为他9岁的时候 看了一本他妈妈买的那个室内装潢的杂志 然后他就觉得 天啊!我好喜欢收纳整理 那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开始研究各种收纳整理 一直到他国中的时候 他买了自己喔 就是存钱买了一本静腾典子的书 他那本书叫做收纳与整理 静腾典子 不是静腾马里会喔 静腾典子是日本就是很 呃!应该说元老级的收纳师 我也有他的书 然后我觉得他蛮厉害的 在三十几年前那种收纳还很不 很不普及的时候 他就非常非常努力的在做各式各样的 呃!就是收纳的变化 不过有一些到目前为止都还蛮适用的 如果你们有空 你们也可以看一下静腾典子的书 等一下我看一下大家说什么 木柜都会有味道 所以考虑买铁架 呃!正想把铁架换成木架 好!说真的 如果你家有很多铁架 但是你不知道要怎么收纳的好 或收纳的好用 你真的今天要听一下我今天讲的这一本书 他说基本上呢 他会选择铁架的理由 就是第一他可以自由选择 就是你可以依照你的使用的地方 或是你使用的大小 你可以选择它的高度、宽度、深度等等 就是他没有像三层柜这样 他只有一个制式的规格 他是有不一样的规格的 所以呢 你也可以自己选择网片啊 跟那个你要几层 这些全部都可以挑选 所以比方说 你今天有一个比较小的缝隙 你想说 不知道这样子 这样子的宽度可不可以 诶!基本上铁架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蛮贴心的地方 就是比方说像特利五好了 他除了卖那种整组的铁件以外 他也会有卖单片的 所以比如说你觉得你插一片 你想要再去买一片的话 诶!刚好就可以补 甚至像之前我去客人的家 我要把他们180公分的铁架 挪到楼下150公分 那你知道180公分 它的杆子就是180公分 这么长 所以是没有办法拿下来 会卡住 那我想到的一个方法就是 好!那我们干脆就换 我们去买150公分的杆子四根 然后把它换过来就可以用了 诶!把它换过来的时候 我在他的楼下打造了一个更衣室 但是就变得非常完美 所以这就是好处就是 它的配件跟它的所有的板子啊 架子啊 你要装什么 全部都可以自由选择 所以这就是跟一般家具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就是它组装非常的容易 有人不会组的吗?应该不可能吧? 只是说会不同品牌 会有不太一样的差别 比如说有一些它铁管跟铁管中间 会有另外一个中间还要再插一个铁片 然后让它可以衔接在一起 另外一种比较好用的就是 两根铁管只要这样转一转 然后锁在一起就可以了 坦白说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第二种 因为像第一种的那种铁管跟铁管之间 还要再插一个东西 让它连结在一起 如果你比较暴力稠陋一点 你这样戳下去 那一根可能就跑到下面这一根的里面了 诶!知道我讲的意思吗? 总而言之它可能就会被你大力戳 然后就移位了这样 所以我是比较喜欢两根铁管直接转在一起 然后它就可以变一整根的这种 好!那它组装很容易 所以呢它不用螺丝啊 也不用其他的零件 它只需要那个黑色的一个扣的 一片的这样把它扣在一起 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常识 但是绝大多数 我去的很多客人 他跟我一起在组这个铁架的时候 都会有点当机 所以顺便介绍一下 那个扣的那个黑色的 那个叫什么 零件的那个一片的那个 它上面其实是有标说 它会有一个箭头是往上 所以你那个往上的就是 你要放在就是往上放这样 因为它上面通常会是比较瘦 下面是比较胖 所以你这样往直下来 那根杆子上 它才会不会摇来摇去 有的人就是直接给它扣上去 诶!好啊!这样 可是你知道吗 当你的里面那条线 没有扣到那一根上面的时候 它会滑动 所以你如果把那个网子推下来的时候 你原本觉得你弄好了 结果它整个都外心有霸 原因是因为你的那个铁片 诶!不是那不是铁片 那个塑胶片没有扣在一个正确的位置 诶!会不会讲得太详细 总而言之就是 那个扣的 也是有技巧的就对了 好!所以呢 你在组装那个铁架的时候 即便是力气小的女生都可以自己装 好!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 我之前去客人家 他们搬家之后 他们的铁架也跟着搬来 可是还没有要用的情况下 他就先用绳子把它捆在一起 诶!这个很聪明 这个是对的 可是有一个缺点是 他把这个 我说的那个黑色一片一片的零件 就随便用一个纸袋装起来 然后放在一个别的地方 就找不到了 就忘记了 然后结果等他要组的时候 我说诶!那那个一片一片黑色那个呢? 他说我有收起来 可是我想不起来在哪里 然后你看这样就很麻烦 你没有那个铁片 没有那个塑胶片 你就没办法把它组装起来 所以我教各位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收起来 那你又不知道要怎么样 可以跟他放在一起 要怎么样才可以找得到 你就用一个透明的夹链带 一定要是透明的夹链带 透明夹链带 把那些他的塑胶片 全部放在一起之后呢 用胶带 把他们跟他的铁管黏在一起 这样就可以了 他们的配件就不分离 你下次真的要拿出来 从仓库拿出来组装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整组的 那你也会比较好找 然后就可以马上组好 这样 好 那再来就是他非常耐重 因为他不管是烤箱啊 或者是书等等 他都可以用 只是我一定要讲一下 如果你是要装书的人 就是你要拿铁架来放书的人 其实最好你不要直接 把书放在那个铁架上 最好上面还有搭配他用的 一些塑胶板啊 木板等等 因为铁架上面是有波纹的 所以你如果把书放上去 很K 有点难拿 所以如果你是上面 有加那个 他的塑胶片的话 会更好用 那再来 如果你是要放书的话 我建议你那个深度 铁架的深度不要买太深 因为你 你书的深度 了不起 好给你二三十 这样就已经很多了 那你不可能 一般啦 铁架的深度大概会在45 所以会多15公分 那如果你要放的话 你应该把书往前推 不是往后放 因为往后放 你前面多那个15公分 你就会乱放东西 所以呢 铁架如果你要放的话 你要放书的话 你铁架的深度45公分 有一点深了 你可以挑30公分的 因为30公分会跟书是 比较刚好的 那如果更深的 什么55公分之类以上的 我不知道最深还有到多深 但是就不太适合放书了 原因是你后面 你可能就会变成放两层书 那你后面书就会很难拿 或者是会放到旺季 我觉得是不太适合的 所以如果你要放书的话 找深度比较浅的 好 那因为它可以很耐重 平均一个网片 大概就可以放100公斤的 的这样 承重力可以到100公斤 所以会比你一般看到的 都还坚固一点 可是这个我一定要再讲一下 欸我实在是对这个实在太了解了 所以我真的有各种的要补充 你知道如果你去珈乐福买那种 比较便宜的大概 五六百七百左右的 它的承重力就没有这么高喔 因为它的那个 网子跟网子中间是比较细的 比较软的 所以它的承重 顶多你放衣服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轻的 厨房用品啊 食物等等是ok的 可是如果你是 我就是要超用的 我就是要放很重的这样 我就是要放在仓库 你绝对不能买那种很便宜的 你至少要买2000元以上的铁架 它才是够坚固的 总之你就是真的要看清楚再买 好 再来就是它可以自由组合 所以呢比方说你要搬家 或是等你的小孩长大 或是你的生活已经改变了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随意的调整 比方说欸我小孩已经搬出去了 然后它这个架子本来是挂衣服的 现在不会用了 那拿来我房间放什么放什么 这样都ok 或者是说欸我已经搬家了 搬到新家 以前这个架子可能放在我们的厨房 那现在我搬的这个家是没有厨房的 我要把它拿来挂衣服可不可以 可以你只要再多加一个那个挂衣杆 就可以变成衣服的 所以它就是可以自由组合 再来就是因为它是铁架 所以它有磁力就可以吸磁铁啊 你可以在上面可能吸一些联络资讯啊 菜单啊等等类似像这样 而且它还可以补充 就是你可以加一些挂钩 你就可以挂穿过一次的裤子啊 那你如果是放在厨房的话 你就可以挂那些挂锅子啊 滴滴口口汤勺啊等等这样 会不会像 欸不会像木板一样出现微笑弯度 对可是你要看喔像我刚刚讲 如果你是买一些比较便宜的 或者是它是比较细的 你可能要注意它的沉重 因为如果你硬要在很 沉重没那么高的铁架上放很重的东西 它还是会玩下去 所以真的 如果你要放很重的话 你真的 餐餐该开下去 你就是要买比较贵的 一分钱一分货 真的不是我在讲 就是你要嘛 你就买2000多元那种 看起来就是很粗的 很用的那种铁架 那至少你放起来 它的沉重力是够的 就比较不会变形 好 那很多人都觉得 铁架是一个暂时性的 的东西 感觉好像就是好像租屋足在用的 但是说真的 如果你有办法把它用好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让你的家 增加很多的空间以外 可以善用你的空间 很多人啊 你在没有铁架之前 你的东西都摆在地上 然后随便摆在一个平面上 然后东西看起来乱七八糟 可是你知道吗 当你如果有一个铁架这样架起来之后 它是一个垂直的收纳 对不对 因为你平常放平面就是 大概大概100公分 120公分左右 可是如果你有一个180公分的铁架 可以把你的东西全部 这些地面上的东西 全部都收在这个架子上的时候 你会多出很多空间 而且看起来你空间就可以善用 然后更有效率的可以利用这个垂直的空间 把它收纳好 所以我觉得铁架真的是 蛮实用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们追踪我非常久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我以前的案例里面 会请客人 他家如果收纳的空间不够的话 我会请客人去买铁架 然后我帮他组好之后 依照他的东西的深度啊等等 把它摆放好 他就会差非常多 我举个例子喔 我之前有一个客人他是保姆 然后你知道保姆就会有很多各式各样 比方说呃推车啦 然后反正小朋友的七七没有没有东西 因为小朋友阶段性的东西很多 所以这些东西超级难收 因为他们都非常的巨大 然后又很呃怎么讲 没有一个规律性 比方说什么帮保姨 你看这到底是要怎么收 那他的东西就乱塞 就把它塞在某一个桌子底下啊 餐桌下面啊什么什么 然后后来我的建议就是 你去买两座铁架 然后这两座铁架呢 一个就是下面的地方 我是没有放那个铁架的 就直接把那个 比方说推车啊 或者是比较重的东西 直接就可以推进去 因为就不会被下面那个铁架挡住 然后这些东西都推进去之后 比如说像我刚讲的帮保姨 或是比较大型什么 比方说小朋友的学步车啊什么之类 刚好就依照他的大小深度 然后放在那个铁架上的时候 一目了然 什么阶段要什么 他就可以迅速的拿出那个东西 那一个铁架都是 放这些小朋友的这些器材之类的 另外一个铁架就是放一些 就是补充用的东西 例如说什么尿布啊 或者是奶粉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类的 就是有点像生活用品类 就在另外一架 那你看喔 这样子分类出来之后 是不是很清楚 你要大型的东西的时候 都会在大型的这一架 你要生活用品的小东西 都会在另外这一架 马上就可以把东西 划分得很清楚 就不会像原本这样 散乱在世界各地 然后这里也有 那里也有 然后说欸 这打开 那我给我尿布这样 就会乱七八糟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有铁架 你知道怎么善用的话 那个东西会帮助你 让你家的东西放得更整齐更好找 那他就说啊 铁架呢 它其实是一个可以永久使用的 因为它可以因应各种的变化 它是一个无敌的家具 可是呢 如果你是买那种 它那个功能就只能这样用的家具 例如说电脑桌就是放电脑 对不对 你要把电脑桌变成餐桌也有很大的困难 或是说你要把电脑桌的 总而言之上 它就没有办法做其他的变化 那你看化妆台就一个镜子 然后化妆台这样 对不对 它就是化妆台 你要把化妆台变成一个办公桌 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不好用 所以 它意思就是说 如果可以 尽量不要买那种 只有单一功能的东西 例如像他刚刚讲的 电脑架跟化妆台这种 乍看上很实用 可是除此之外 它没有任何功能 但是铁架刚好相反 铁架今天 你可能在原本旧家 你可能是放在洗衣机那边的 但是新家 你可能可以把它拿来放在客厅 然后当电视柜等等 它是可以有各种变化的 我不知道各位 你们记不记得 前阵子我去那个环岛 那为了让我们的后车厢 可以收纳好我们所有的东西 所以我就买了一座铁架 把它分成 就是它是一个三层还是四层 三层的铁架 我就把它分成两格 跟一格这样 然后放在我们车子里面收纳 那收纳完毕之后 我已经 我们混导回来之后 我不需要这个铁架之后 我就把它拿回我公公家 然后放在我公公的厨房 然后把它组装好 收纳他们一些利利扣扣的东西 例如说 比较 现在还没有再用的一些大型的一些家电等等 然后把它收纳那边 那边就变得很整齐 然后很好打扫 所以我就觉得 铁架真的蛮万用的啦 那他说 他觉得理想的方式就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使用 就是他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 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那个东西在哪里 所以伸手就能放回去 那爸爸妈妈孩子都不用想太多 也不会有压力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取放 这是最好的收纳方式 坦白说我也觉得是 原因是因为啊 如果你这个家 所有的收纳逻辑都是靠妈妈的话 全世界都会找你要东西 所以这是很不OK的 最好就是 你可以先询问家人的习惯 还有他们觉得放哪里比较好 还有依照他的身高 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之后 小朋友不用说好小朋友一百公分 这个一百公分以下的铁架 全部都是放他的东西 那他是不是很好拿 可是如果你在 不用说你把爸爸 爸爸一百把好了 你把爸爸的东西放在最下面 小朋友的放在中间 那谁拿得到 所以如果可以 就是让这些东西 可以因应他们的生活需求 再加上他们的身高 然后把它摆好 就一切都会变得很好用 好 那为什么呢 他觉得就是理想的生活 理想的收纳方式 这样是最好用的原因 是因为他参考很多那种公共空间 比方说幼稚园啊 医院啊 滑雪场等等 他们都是那种开放式的层架 然后里面有收纳栏 那收纳栏 可能上面有贴一个标签写说 比方说这里都是什么什么工具 然后这里都是什么什么 那你看哦 学校也是这样 你看你的小孩 在学校都可以整理得非常好 鞋子都放鞋子那里 包包都放包包 跪自己的抽屉也是很干净的 回到家就很冷暖 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到底是为什么 我真心觉得环境很重要 环境很重要 这时候我真的一定要再来讲一下 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亲子挑战营 我们的亲子挑战营 我不是教你的小孩 我是教你 原因是因为你们想过 以前我们的 我们小时候好了 爸爸妈妈都会说 欸 你房间去收收咧 然后你就说 妈 要怎么收 然后他就会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他就说我不知道啦 然后就走了 那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你现在不会收纳 是因为以前你的爸爸妈妈 从来没有教过你怎么收纳 那你问他说怎么弄 他阿公阿嬷也没教过他啊 他也不会啊 所以收纳教育是很重要的 那我的亲子收纳呢 我教的是大人 我教你学会收纳之后 还有我教你如何去因应 所有你跟你的孩子会发生的任何性 比方说阿你自己也不是一样 或者是说小孩子说 我没有我自己的空间 我可以教你如何设计他的空间 如何让他养成习惯 如何让他跟你之间的收纳的关系 是平衡的 这样子还是对的 因为我如果 好 就像我刚刚讲的 如果我只教你的小孩收纳 没有 他在我教的这个情况下会非常好 就跟他在学校表现得非常好一样 但是回到家 他爸爸袜子也乱丢了 那他回到家 以前他在学校会好好把鞋子 袜子放好 可是他回来看到他爸爸 袜子也乱丢 然后大家的外套啊 包包随便乱丢 诶 好像在家里就可以 没问题 可是在学校如果他书包乱丢 他鞋子乱丢 同学会给他同才压力 老师也会给他压力 所以他会表现得很好 那反过来说就是 当全家人的习惯都统一了之后 谁乱丢一看就会知道 他反而会养成一个好习惯 所以重点就是 我为什么跟Felix 会开这个亲子收纳课 我们不是那种可爱 就大家把东西收好 不是不是 而是我要让你 从现在开始 你有一个好的收纳观念之后 你可以把它转化成你的理念 去教你的孩子 因为你的小孩是你生的 你最了解 所以我教会你之后 你可以用你们家里的习信去教他 那你们家就可以维持在一个很好的习惯 好 好 总而言之就是 如果你们对亲子收纳的那个有兴趣 亲子收纳挑战营 嗯 就可以去看我们有那个一个影片 然后我们下面有报名网址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 好 再来收纳的原则 我要讲到重点了 收纳原则就是 第一它就是开放式的收纳 因为铁架是开放式 你不用开门啊 不用拉抽屉等等 它是开放式的 所以尽量就是一个动作拿出来放进去 比方说这是一个铁架 你就是一个动作把它拿出来 然后把它放进去 很简单 对不对 你就不用再找东西了 就在那里啊 不在百里 好不好 再来 如果 东西很大 然后形状大小不一 就像我刚刚讲的 保姆那里 它有帮保姨 有推车 有什么里里扣扣的 你直接放铁架的话 看起来会杂乱无章 可是 那是 呃应该是说 如果你东西很大 你直接 形状不一 你把它放在上面会不好看 可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有一个盒子或箱子 把一些比较杂七杂八的 放在一起之后 让那个格子都是统一的 比方说这里全部都是白色的盒子 那你一个盒子放一个种类的时候 东西就会看起来很整齐 当然很大型的就不用装了啦 像我刚刚说推车 那个就直接放下面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就是 要收纳的时候 请你先放在篮子或箱子 那要记得哦 你的箱子或篮子 你最好是统一形状 还有颜色 因为你看哦 如果在铁架已经是开放式 你上面又是各种橘色黄色 然后乱七八糟 又有纸箱 又有什么lilicoco 看起来会超乱 那怎么让它变整齐呢 就是你用蓝子或箱子 但是它们的颜色都是一致的 你这样一目了然 看起来就会很清爽 所以 你的箱子或蓝子 最好是那种半透明 或是透明 或是我刚刚讲的白色 然后不要加盖 不要有盖子 为什么不要有盖子 来你们说说看为什么不要有盖子 来说说看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你在铁架上的东西 不要再加盖子了 为什么 有人知道吗 为什么放在铁架上的篮子 就不要再放盖子了 为什么呢 诶 大家都 都睡了 都睡了吗 有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放在铁架上的篮子 就不要再加盖子了呢 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吗 你说的很好 爸爸妈妈可以学习 好 不好拿看不到 对 很棒很棒 不好拿 我跟你讲 我们已经很丙大了 我们可以去拿那个东西 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你走过去 然后还要 比方说好 整理箱好了 整理箱不是有那个把手吗 你要把把手搬来 然后又把那个盖子打开 又把他挖出来 然后拿拿 拿到里面的东西 很麻烦耶 诶 瞬间都切换成台语 听得懂吗 如果你要把那个把手 把它 诶 诶 诶 我突然怎么不讲国语 怎么突然不讲国语 总之就是 你假麻烦耶 你假 élect一个盖子很麻烦耶 你还要这盖子拿来的东西 嘟 很会儿气耶 你就不会想拿到里面的东西了 所以呢 你已经在铁架上的话 你干脆就不要有盖子 然后让它 你稍微这样拉一下 就可以拿里面的东西 一目了然 好 那另外就是你可以贴标签 假设你的东西就是 你是用白色的箱子装 白色的塑胶篮装的话 那你就要贴标签 那标签的话比方说这里可能都是工具 这里是烹饪的什么什么什么 假设是这样啦 你分类好了 然后上面有写 那就会很清楚 那请记得一个篮子就是一个主题 不要乱放 不要乱放 因为我曾经有遇过客户真的很可爱 它是用纸箱装 然后每一个纸箱都写 杂物一杂物二杂物三杂物四 你有真理到没真理是同样的 你整周都是杂物 有分类跟没分类都是一样的 所以重点就是 你就算是杂物 你也要全部拿下来把它分类好 比方说这里是漫画 漫画的这些小东西 或者这是公仔 这是什么什么 把它分类好 这样才有意义 不然你有分跟没分是一样的 另外 我刚刚讲的 一个种类放了一个箱子 你可以依照用途或者是 来贴好标签 然后如果箱子满了 你就可以淘汰 比如说 我随便讲好了 这个箱子你写 婴幼儿用品 好 婴幼儿用品有很多种 比方说什么 过渡时期的 小朋友在吃的 那叫什么 就是 固齿器 好 固齿器啊 然后什么布书啊 这都是过渡时期的 所以只要那个箱子已经满了 或是已经超过那个年龄了 你拉开看 诶这我都没用啊 你就可以把它结缘出去 或是断舍离 对不对 就是你的空间满了 你就可以把它清掉 好 那 还有 最好就是依照个人分别收纳 自己管自己的 这个真的很重要 你知道吗 当你的界定是很模糊的时候 你家里就超容易浮动 超容易乱 因为每一个人 你会问他说 这个怎么不收一收 他说那个是谁的啊 那谁谁谁 大家就开始推卸责任 所以最好 那个铁架上的分类 是非常明显的 就比方说 这一层都是巴巴的 甚至你可以 这一个铁架都是巴巴的 这里是妈妈的 这里是小孩的 我不相信会乱 原因是因为 自己管好自己的 就突然就会觉得 诶我有属于我自己的空间 我一定要把我的空间管理好 会是这样 但是 如果你是一个铁架 然后大家的东西都放在上面的话 每个人都不会想要去收好 就会觉得 那是妈妈没收好 那是爸爸没收好 那是谁谁谁没收好 没有人想要好好用 所以呢 如果你可以把个人的都分别收纳 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就会很轻松好找 甚至你可以用颜色来分别 我举个例子 哪怕是 呃在铁架上好了 你放了 呃透明的盒子 那你透明的盒子 你甚至可以把它 外面可能插一个那种 黄色或是粉红色 粉红色的这就是姐姐的 黄色就是弟弟的 这样一看就知道你找 你问他 他问你说 妈妈我忘记我的东西要放在哪 放在黄色的 好不好 黄色 就是这样 用颜色来引导他 马上就可以去找到他自己那一区 所以就不会搞混 而且自己管理好自己的 反而他可以管理好的时候 你给他一个正向的回馈 他会觉得 对我是可以的 我很棒 别忘了 你的老公也是大孩子 如果他有做好 请你给他一个正向的鼓励 就是说 哇 你今天裤子没有丢在地上 你有把他挂回去铁架旁边的钩子上 你真是太棒了 他会觉得 哼 我好像有点不错哦 这样 所以 即便是老公 你也要正向的鼓励 诶 有人问说 老师有YouTube 有啊 老师有YouTube 叫收纳幸福廖行云 诶 各位粉丝 赶快去按赞 按赞什么小铃铛 是不是 你看 有多不顺都不会讲 就是如果 我自己有YouTube 可是我的 呃 订阅数很少 所以 既然你们都觉得 我的直播 很适合当背景音乐 拜托去追踪一下 我的YouTube频道 收纳幸福廖行云 好 再来就是 你如果要 自己管理自己的话 你要收集每个人的 个人意见 就是 比方说 为什么我们家会很乱呢 是不是 呃 不方便取用 好 那你就可以像记者一样 就开始问他们 就说 你觉得哪里不方便啊 姐姐你觉得哪里不方便 爸爸你觉得哪里不方便 那你 姐姐请问你的手伸得到这里吗 这个铁架杖会太高会太低吗 那你这样子好拿吗 等等 你就问得很清楚之后 你就会发现 诶 为什么他收不回去 有他的原因在 就是 很可能 比方说 你原本的那个 架子设得太高 他根本连垫脚都还拿不到 但是你用你自己的身高 嗯 这样素系啊 不是这样好吗 没用因为那是你要设计给你小孩的话 你要蹲下来 用他的身高来评断 或者是对他而言 这样的动作会不会太难了 等等 就是你去了解 搜集一下每个人的意见 觉得怎么样放比较方便 怎么样放比较不方便 之后你就可以调整成最适合你家的收纳模式 然后这样的好处就是 整个家不会变成只有妈妈的逻辑的收纳 大家都可以轻松取用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就像学校啊 或者是医院一样 那个东西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 不用问 然后也放得回去 也拿得出来 好 另外呢 就是 嗯 他觉得 铁架呢 他可以是 就是多用途啦 就是 他可以随着那个生活的变化 比方说 就是说以后你可能要搬家 你看喔 你搬家你装潢你带得走吗 不行吗 对不对 那好 就算你是 嗯 你有一个一些IKEA傢俱啊 或者是其他的傢俱 也许 你要把它拆掉 他可能之后再煮起来 就会变得 呃 比较松动 等等都有可能 或者是甚至他那个东西 大到 你没办法把它带走 可是铁架不一样 铁架是随时你今天 比方说你今天要着楼 诶 这样举例可以吗 今天要着楼了 你想 有什么可以拿 诶这个等一下马上拆了 就可以拿走 好不好 就是他可以轻松的 就可以把它带走 然后可以 呃 彻底的把它瓦解之后 去新的家再把它煮回来 而且 因为他的那个高度 可以随着你新的变化来做 所以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设计 我觉得非常非常实用 好 所以呢 不管是你是搬家 孩子长大 或者是你已经换工作了 你的生活变化 他都可以随着你的 你的他的数量 或者是放置的场所 都可以随着这个来改变这样子 对 机动性强 讲得超好 对 机动性很强 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去哪一个地方都可以用 这样子 还有 呃 如果 就是你要挑选收纳品的时候 收纳品也是一个重点 他觉得他会考虑未来用途 就是说 我选了这个收纳品 以后 如果他不是那个原本的功能的话 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 这个超级重要 原因是有时候我们就是会 给老买一些 就是 觉得当下需要的收纳品 可是例如说 我觉得超烂超难用的 我应该会被厂商告 但是我不怕 就是那个 有一种架子 然后它上面就是有一些什么 彩色的收纳盒 然后斜斜的 可以让小朋友放那个玩具 靠!你知道那个超烂 因为那架子的承重力很差 然后你上面放玩具 对不对 不管你怎么收都是乱的 你相信我 你不管怎么把它摆好 看起来都是乱的 然后它是斜的对不对 它承重力很差以外 小朋友 把那个篮子拿下来之后 他再也不会把它放好 也不会放回去 总而言之那就是一个烂东西 我去别人家 我都立刻跟他讲 这个你真的可以结缘 不然你就丢掉 然后每个人就说 你怎么知道这很难用 所以我真的觉得 像这样的东西 就算以后 你小孩长大了 你想要把它做一个什么别的变化 不! 没有别的变化 你装什么都很奇怪 搞不好 你那个斜斜的架子 装飼料给狗吃它都嫌 诶!这个这样子我投不方便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你如果在买收纳品之前 你可能要先想清楚 如果这个 除了这个用途以外 以后它有没有什么 其他延伸的用途 有 你就可以买 好不好 就是不要像我说的那个 那真的不好用 我这样被带直白又被告 好!另外就是收纳箱 这个屋主呢 这个整理师呢 他有一个那种木头的收纳箱 收纳箱是这样子 然后是一个木头的框 它不但是可以拿来收玩具 也可以当成书柜等等 有各式各样的变化 然后他就觉得 诶!这样子的东西就很好用 不管它在新家旧家都非常实用 再来就是收纳抽屉 呃!你说你有一个 哈!被说中!哈哈哈哈! 你看你自己都说觉得很难用 是不是? 再来就是收纳抽屉 呃!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透明的收纳抽屉 原因是因为 它真的有各种用途 你在厨房它可以收纳一些 呃!食物类啊!冲泡类啊! 呃!烘焙的小东西啊! 现在少用的东西啊! 小的碟子啊! 各式各样的小东西 都可以用这个透明的收纳抽屉 那假设你今天去另外一个 你把它 你现在没有要用那个了 你把抽屉拿到另外一个房间 它可以放小baby的小衣服啊!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甚至呢 你把它拿到书房 它可以放一些笔记本啊!什么 总而言之 它是可以多功能、多用途的话 那些东西就非常的好用 好! 另外就是 它觉得生活用品类啊 它把那个铁架当成洗衣机架 诶!我这个我真的突然想到 洗衣机架啊!你如果要买 比方说你买好一点的都超级贵 但是有可能 它的格子跟它的上面的架子 不太是你要的那个高度 或者是等等 就是可能不是你要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自己买 铁架来当成洗衣机架的话 诶!超实用! 为什么? 因为呢 铁架的高度是你可以自己设定的 对不对? 再来它每一层的高度也是你可以设定的 再来它每一层要几个板子 也是你可以设定的 举个例子 假设你的洗衣机是上线的 你不肯铁架就刚好这样 啊!你门是不是要那么开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调高一点 让你 你头也可以进去又不会撞到 然后刚刚好的 好!那上面的高度 假设你的洗衣机啊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就这么高好了! 大汤耶!这样! 大汤! 大汤也很久! 那你就可以自己调整上面的洗衣机的高度啊 然后你拿一层要放什么 然后轻一点的 甚至你还可以在旁边加一个挂钩 把那些还没用到的衣架啊 或者是什么小夹子 你在旁边加篮子加挂钩 这些东西就可以好好地收纳在洗衣机的旁边 诶!各位!有没有画面?有没有画面? 就我讲的这个 你当成洗衣机架来使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自己调整那个高度 然后上面的东西要放什么 然后要多高 然后要几个层板等等 有画面啦齁!好! 然后 再来 他还可以变成迷你仓库 就是呢 诶!这个有一个很经典的 因为我以前就有看过他的书 就是 像这样 这个这样子看得出来吗? 他把它做成一个迷你的仓库 你知道我真心觉得每一个人家都有一个那种 储藏式大魔王 然后东西堆得乱七八糟最后都走不进去 所以你们可以像他这样就是用一个铁架 然后跟一个拉链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储藏室 我刚讲的你最好所有的盒子都一样 或者是所有颜色差不多这样 看起来就会非常整齐 那你看喔!他这个储藏室呢 他就放了 他把他用盒子跟箱子跟铁架做搭配 诶!各位!为什么一定要有盒子跟箱子? 这是一个重点 我去过好多人的家 他们的铁架是这样 整周这样对不对? 然后想说不知道要怎么放 他拿来放衣服的话 他会把衣服整叠这样折好放上去 然后袜子不知道怎么放 就把袜子一球一球放在上面 然后玩具不知道怎么放 玩具整个就给他堆在那个铁架上 亲爱的!你有收跟没收是一样 你是堆在上面 它上面还是很阿长 但是如果你用了收纳品辅助 例如说你用篮子、盒子、箱子等等 一个一篮 这都是袜子 这都是我的衣服 然后我直立一摆放在里面 这都是我的什么什么 然后下面都是玩具 然后这个是车车类 这是球球类什么什么 分类好 这样是不是很清楚 而且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到 马上就能拿 所以如果你要用铁架的话 请你一定要搭配收纳篮 不然你东西就会东倒西歪 对迷你仓库很漂亮真的 然后他就用 他就这样就可以集中他的生活用品 然后如果不常玩的玩具 我之前也有讲过 如果你小孩呢 他的玩具非常的多 你可以把一半的玩具收起来 像这种不常玩的玩具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铁架的最高的地方 让他看得到玩不到 但是还是可以 之后还是可以轮替 另外就是次要的生活用品 比方说那些东西可能是 季节性用品 你会是久久才会用一次的 这些生活用品的话 就可以放在那个箱子里面 然后放在上面 然后注明说这个里面是什么 比方说这个是节庆类的东西 这是什么什么这样 把它注明好 那你就在比较高的位置 因为比较少用的 就要放在比较高的 比较难拿的位置 然后比较常用 就要放在比较下面 比较好拿的位置 好 那时常用到的 你可以用收纳抽屉 比方说你站着 你的眼睛看得到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用收纳抽屉来放 因为你这样直接拉开 就可以拿里面的东西 然后东西又可以分门别类的 在抽屉里面 就很好找很好拿 然后 另外就是 比方说像收据啊 明细表那种 你就可以用那种A4的浅层抽屉 然后把它分类好 你就可以马上看得到 诶,这个 这一层里面是什么什么东西 这样 好 那他自己的话 那些说明书啊 或食谱之类的 他会用那个IKEA的档案盒 然后把它们放进去 所以你们刚刚看到那个抽 那个 仓库上面有很多档案盒 就是放这些文件类的东西 然后再加一个窗帘 你就可以让那些 不会马上看到 不会那么阿扎 那 再来就是 他的那个小朋友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他那个铁架上啊 如果你是要装那个 小朋友的东西 好,这里 这里这样比较清楚 这一张有没有 我刚刚讲的 这里就是少玩的玩具 然后这一层就是 一些生活用品类 但是是次要 所以放比较上面 那这边呢 就是一些档案跟文件 这样子 然后下面这里 就是小朋友的玩具 你看 因为小朋友的身高在这边嘛 小朋友的玩具 就很好用 所以呢 你看喔 他这里是 有分比较少玩跟比较常玩 这样 有分比较少玩跟比较常玩 那这里就是小朋友的画画的纸张啊 画笔啊 文件啊 然后这个就是作品盒 你做完作品 请你拿来这里放这样 你看 当所有的东西呢 都有一个位置的时候 小朋友自然而然 他就会像在学校一样 他可以依照你给他的一个那个模式 然后好好的把它放回去 所以真的就会变得很整齐 好 那 呃 一样的就是 我看一下喔 再来 同样的 如果你铁架拿到厨房的时候 铁架拿到厨房 大部分我们都会放一些 比方说电歌啊 然后烤箱啦 之类的 就是电器用品 对不对 所以呢 请你记得 集腰的高度 就是你这样触手可及的这种高度的话 你要放常用的东西 比如说 呃 你随手 你还有那种随手拿取的 不用说啊 你的围裙啊 或者是什么 呃 防烫的那个手套 假设是这样 你要随时可以拿到的 你可以用一个挂钩 挂在那个铁架的旁边 你随时就可以直接 一个动作拿下来就可以穿了这样 那也可以在铁架上面 上下增加一些小的层架 然后就可以放一些 比如调味料啊 或什么 他有那种 可以挂在侧面的一个层架 然后就可以把调味料挂在旁边 好 那另外就是 如果是你常用的夹电 我刚刚讲的是常用的这种 呃 电锅啊 然后什么烤箱啊 微波炉这种 假设你的流理台的高度是这样的话 你的铁架在旁边的话 最好你的那个 那个 放电器的那一层 也要跟你流理台一样高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呢你在这边做菜呢 你转身 它跟你的手部动作是一致的 你会更顺畅 好 另外就是 就是呃 如果你要给你的小朋友帮忙的话 你那种铁架下方的位置的话 可以放一些小篮子啊 然后里面放一些面包啊 点心让他们可以自己去拿 这样也很方便 还有 他的厨房里面有用一种 一种抽屉柜 就是有那种八层的抽屉柜 那这个抽屉柜的好处就是 他把那些家里的小东西啊 全部都收纳在里面 我觉得 其实厨房里面放抽屉柜真的蛮方便的 原因是因为 你一眼就可以看到那个东西在哪里 诶 我现在要找突然找不到 没关系 总之就是 你厨房如果增加那种透明的抽屉 你可能可以收一些阿里阿渣的东西 比方说假设你觉得 呃那个烘焙的小东西很难收 但是你有一整座的抽屉这样 甚至抽屉可以比比较高 没关系 原因是因为你很少用的可以放在上面 那你如果要随时轮替它的顺序的话 你把上面的抽屉跟下面的抽屉 对掉就可以了 衣服也可以这么做 还有 如果你是 因为它是放在厨房的话 你用一个开放式的大铁架 然后你把你的什么机全部放在上面 比方说好啊 呃电子锅以外 然后什么 呃像我刚刚之前讲的气泡机啦 然后什么果汁机 什么什么机 你就把它放在那上面 一目了然 至少你看得到你就会想要用 你不觉得 人类真的很奇怪吗 修起来都不会想要用 他说哪里可以买 你现在问我是铁架哪里可以买吗 每一个购物商店都会有吧 诶应该呢 这怎么讲 居家用品的 呃不管IKEA 特立屋啊 诶IKEA有没有 特立屋 诶IKEA有 可是长得不太一样 就是特立屋 或者是什么 反正你们居家大卖厂都可以买得到 但是如果你是要问我说 我讲的这本书哪里可以买得到 这本书是台湾广下出的全方位收纳 加的铁架活用素 好不好 加的铁架活用素 所以呢 当你是开放式的收纳 你要放在厨房 请记得一件事 所有的铁架你在组起来的时候 你要先量好 你的就是我举个例子喔 你要放那个家电的话 对不对 你可能要量好高度以外 你还要去评估一件事 你的家电是怎么开的 怎么开的这很重要 比如说我的电锅要这样开 好电子锅我要这样开 结果你原本电子锅还没打开之前 你已经量 诶 这样可以 结果你铁架的程度就只有这样 啊电子锅放进去就 叮 然后打不开 对不对 所以这些小细节都要注意到 就是你要怎么开 然后高度够不够 那预留这样够不够等等 全部都要先想进去 还有你在架设这个铁架的时候 最下面的这个地方最好呢 不要再放那个铁架 就让它直接下面是空的这样一层 原因是如果你有要放大型的垃圾桶 或者是一些比较重的东西 有轮子的这样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撸进去 然后垃圾桶放在下面 然后要清扫的时候 它都是有轮子的 你直接拉出来 然后就可以放里面的东西这样 请问收纳盒没有盖子会有灰尘 会怎么办 嗯 如果那个东西啦 你如果担心就是那个东西 你放在收纳盒你会忘记 或者是说没有盖子会有灰尘 坦白讲常用的东西不太可能会有灰尘 那如果既然它都放在那里长灰尘这么久 你可能也不太常用 是不是根本不会用 那如果你真的很欢乐 但是你又想要防灰尘 防灰尘只能更勤劳 你要加盖子可以 那你就干脆把那个收纳盒 改成是透明的 让你不会忘记 像我还蛮推荐IKEA 它有一系列的储物系列的那种透明收纳盒 你在我之前写的文章 就是写我们家的换季收纳 我们家的那个架子上 这一层都是白宝袋王 对不对 更上面那一层就是IKEA的透明收纳盒 然后那个上面你就可以加盖子 然后凡是透明的 你也看得到里面的东西 对 喔对 担心灰尘可以用抽屉 只是说抽屉它不适合放在很高的位置 因为我刚刚讲那种 如果你是很少用的东西你放在很高 但是你用抽屉可能就不太方便 但是我建议啦 如果你真的有要加盖子 你真的要勤劳一点 就是不要加了盖子之后 就封印就不会拿 我反而觉得没有加盖子 你怕灰尘你就会认真使用它 这样不是更好吗 哈哈哈哈 好 看一下大家有什么留言 因为讲的太爱心 关于收纳箱会多方 多方比较 因为我怕买回来不适用 我之前有 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有讲很多那些 收纳品的挑选 像我之前有分享 就是说我去iColor啊 跟大创买的什么收纳品 然后你们可以去看那个 我教蛮多收纳品的挑选的 好 另外 等一下 我先喝个水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有烫头发 只是看不出来 然后 自从我烫了这个头发 我真的很爱故意在内 大家好 我是国师唐奇洋 来 来讲一下这一周的星座周报 哈哈哈哈 好 ok 再来就是 如果呢 你们要把铁架拿来当衣服的收纳 我觉得它其实非常好用 甚至 我觉得铁架会比你去买传统的衣橱 还好用一百倍 你们有人是用那个铁架收纳衣服的吗 我觉得超级好用 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是一个衣橱 衣服放进衣橱 你就会失忆的人 你就干脆用开放式 就是铁架来当衣橱的话 你只要准备一根杆子 把所有衣服挂上去 就这样 就这样 那可能一些内裤啊小东西啊袜子 在下面准备篮子 或者是收纳抽屉把它放好 干干净净超级整齐 而且你可以在你触手可及的这个范围 挂衣服以外 上面比较高的地方呢 用收纳箱放你那换季的衣服 然后下面就是常用的衣服 就是这样就很轻松方便 而且 你们家可以一人一个铁架 比方说这个铁架就是小孩的 这是妈妈的 这是爸爸的 一目了然 甚至你如果超懒惰 你不喜欢折衣服 你铁架全部都挂的 对不对 从外面收进来 直接挂回去 素须都不用折衣服 就这样 那我觉得很多人会跟我讲说 啊这样子不会有灰尘吗 这样子就是会不会忘记之类的啊 不会忘记 因为每天都看得到 但是灰尘是一个问题 没错 只是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忘记的人 比起你收进去你的衣橱 然后再也不会拿那里面的衣服 你不如把它开放式的摆出来 你看得到你就会穿 那常用的东西不会长灰尘 所以反而灰尘附着的几率不会那么高 再另外一个角度就是 比起灰尘 我更在乎可以好好的活用 好好穿这些衣服 对我来说更重要 对 然后所以呢 他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觉得啊寝室 就是主卧室不一定要收纳衣服 因为呢衣服可以收纳在另外一个房间 你可以把所有全家人的衣服用铁架 然后做成一个更衣室 在另外一个房间 只是你要做更衣室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件事 如果你一进门会看到的那个斜对角 对不对 那你一进门会先看到那个地方 那一个地方放的铁架最好就是 可以把家里的衣服整理的整齐的 那一个人的衣橱 比如说好妈妈比较会整理 那一个衣橱 你一进门看到的就是妈妈的 那爸爸就是比较缘缘 然后不太会整理的话 那衣橱有可能会乱乱的 你可以在他的 你一进门不会看到的 比较不会看到的这一侧 就比方说被门挡住 所以不会看到的这一侧呢 可以放那种比较乱的那一个人的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 你至少每次经过的时候 不会一下子就看到乱的那个 你比较不会心情这么糟 好 有人说等老师开百宝带王团 我今年已经六月的时候有开过 那之后如果要开百宝带王团 可能要等看看他们有没有需要这样子 好 欸应该说他们有没有 他们有没有那个时间点可以让我开团 然后到时候如果有 我再跟大家讲 好 另外呢 就是 我觉得他可以任意的变换用途 然后甚至呢 你如果那个铁架来放衣服的话 你看你要怎么摆 比方说你可以两组并排这样 两组并排来摆 或者是对面这样子摆 然后甚至就是L型的这样子摆 甚至就是说 你可以由高到低啊等等 就是看你喜欢的 而且呢 他也可以就是 嗯 加上其他的东西 比方说你可以再 你觉得你挂不够了 你再去买一支挂 挂衣杆就好 你不用再重买铁架 因为你知道吗 呃像加勒福啊特立乌等等 他都有单卖那一支挂衣杆 所以呢 你假设你要把你的铁架变成上下两层 那你就可以增加那个挂衣杆 好 这里我要补充一点 如果你要变成上下两层的话 基本上一百八十公分 然后你变成上下两层 是不是六十六十 可是如果你是放男生的衣服的话 基本上六十 然后下面他那个衣服呢 还是会有点折到 因为男生衣服比较长 所以呢 如果可以的话 你让下面就是矮一点 不要变成六十六十 你干脆就是上面长一点 让衣服不会折到下面的衣 下面挂裤子对折 就是西装裤对折这样 下面就不用这么长的高度 然后还可以放得比较整齐 同理 如果他是换成女生的衣橱的话 一样上面就是挂 就是呃女生的衣服以外 下面呢就可以挂那种 就是女生的短裙短裤啊之类的 然后就挂满满的这样 然后就很漂亮 小朋友的衣服呢 就可以变成上下两层 因为小朋友比较矮嘛 对不对 那你可以在下面 比较矮的这个高度的地方 挂他可以拿得到的衣服 然后上面 他拿不到的地方 挂换季的衣服 比如说 假设上面就放冬天的外套 下面是夏天的衣服 那你换季就这样 上下换季也OK 就是很方便 看你怎么应用 有人问说 铁架套子可能会牺牲很多 成价值保留 上... 再加买 物尽其用 好...我虽然有点看不懂你说什么 但是基本上呢 铁架的变化都是可以 让你自己调整的 好 那另外就是 你也可以轻易的改变 那个成板的高低 像我觉得他有一个讲得很好 就是他之前的小朋友 年纪还很小的时候 自己弄不到那个 自己没办法挑衣服 还不会的时候 他就把铁架的上面的这个地方 挂衣服的地方 放他小朋友的衣服 等到他小朋友比较大 可以自己拿到的时候 就把下面 变成他可以自己拿衣服的地方 然后上面就是 变其他...放其他的东西 所以他都是可以调整的 好...那你就可以 可以在铁架上 将那个收纳箱叠放衣服 然后就是... 反正他就是可以轻松的变化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的那个... 铁架挂小朋友的衣服 还蛮漂亮的 你看 嗯...这个就是他们 用铁架来当成更衣间这样 这是一座、两座、三座这样 然后中间这边就是收纳抽屉 可能可以放一些免质的 然后这里可以挂衣服 很方便 而且...也很漂亮 这样这样... 所以这个可能比较清楚一点 这正面看起来是这样 一座可能是自己的 一座是老公的 然后中间就是收纳那些免质的东西 诶...这样子的收纳 其实是... 呃...可以收纳的更多的 我觉得很不错 好...那我刚刚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小...小朋友年纪 还小,还不会挑衣服的时候 他是把衣服挂在他自己方便拿的地方 然后等到他小孩比较大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他那个衣服往下放 让他自己拿这样 总之就是他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 另外就是... 铁架他可以... 蛤?怎么? 老师可以绘图给我们看吗? 嗯...没有没有 这...你如果有要看书的话 就是...就是那个...可以... 你可以去买这本书来看 里面都有教 你只是分享你的铁架心得 很棒很棒 你的铁架心得很赞 只是说...呃... 因为我现在刚好在直播的情况下 可能...看那个字有点吃力 所以不太了解你的意思 可是...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那个铁架的心得 这样... 那...因为有铁架 你可以把你的东西放得很好 以外你也可以依照你的喜好 还有你的...呃...你想要放什么 就可以增加他的配件 例如说你可以挂一些连挂钩啊 成板...增加成板啊 或者是一些垫片 就像我说的增加一些... 呃...甚至你可以增加他的... 延伸管之类的 有各式各样的配件 都可以另外再增加 那...再来就是... 他的铁架收纳教学 就是说...你东西啊... 可以放在收纳箱里面 再放在铁架上以外 另外就是...你要买 你就买同款的收纳箱 跟同款的收纳盒 还有依照不同的身高来调整 比方说...你的视线 跟你的老公一定是不太一样的 最上层可以放老公的 中间可以放你自己的 最下面放...放小孩的 这是...如果你们大家都要放在同一层的话 呃...同一个层架上的话 可以这样子放 但是如果你们是分成自己一座一座的话 就不会是这样了 好...还有...如果你要放的话 你要确保你的手可以直接伸进去那个篮子拿东西 这样子你可以一个动作就可以完成 然后还有...你如果要放书或是放盒子的话 你要往前推...控出...就是... 让东西都在前面这样 你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然后比较好拿 然后记得就是对齐前面 不管是书或是盒子都一样 还有...如果你要放收纳品的话 请你左右对齐 你不要这边是咖啡色的收纳盒 然后这边是白色 这样会很丑 你干脆整排都是一样的 然后东西放起来左右对齐就会很整齐 还有你可以统一那个收纳箱的高度 比方说...你刚刚我给你们看照片 那个收纳箱的高度当它都是一致的时候 看起来会非常整齐很舒服 然后...如果你要放的时候 那个东西的大小尽量是同样高度的放在一起 不然你就会高高低低的这样 如果你是一层 然后有高高低低 低的这边上面的空间就浪费了 就很可惜 所以请你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之后 再放在上面 好!然后还可以选择一些温暖的素材 例如说...比方像藤栏啊 或者是其他的木制的收纳箱等等 会让本来比较没有温度的铁架 看起来比较舒服 然后比较整齐 而且...它觉得啊... 如果你今天家里很乱 或者是说你家收纳不OK的话 你可以列一个清单 就列这个卡卡的清单 写下你的问题点 比方说...像他们家好了 他们就有那种丢垃圾的问题 他觉得...天啊! 我们都要走去厨房丢垃圾好不方便喔 那应该要怎么办呢? 就是他收集大家的意见 大家都觉得去厨房丢垃圾不方便 那他就去他们的... 他们的... 本来要去阳台丢垃圾 但是后来他就想... 好!那不然我试试看 我们把厨房的门片拆掉 然后把垃圾桶放进去看怎么样 然后试试看之后 诶!成功就解决这个问题 当垃圾桶放在厨房之后 就变得很方便 而且他还考虑到他的小孩 因为小孩没有能力踩那个 然后直接这样开 对他来说很吃力 所以他就用一个伸缩感 把所有的盖子这样往上顶之后 那个盖子就是永远是开启的状态 小朋友就可以直接丢垃圾 重点就是... 其实我觉得收纳就是在解决 你日常生活的所有问题 当你的问题解决 你生活上就会变得非常的顺 是不是铁架很难做调整 嗯? 要变更位置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讲的变更位置是 你要变更成板的位置吗? 如果是你要变更成板位置 不会很难调整 你只要用那个小木锤 把它往上敲起来 然后重新调整那个塑胶片的位置 就可以了 其实算是很方便的 甚至你要把它拆掉 重组都还算蛮快的 好! 那我今天讲的这本书就是 全方位收纳加的铁架活用术 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就是不管是我自己工作的案例啊 或者是说铁架的收纳方式 其实这里面教的更细 我讲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那我觉得里面有很多那种 教你怎么把它放好 或是你可以增添什么 例如像这个 这个也是我现在才知道的 就例如说 你如果要放书的话 其实它还有那种隔板 你看铁的这种隔板可以放 然后也可以用隔板 你如果要放包包 包包就不会东倒西歪 然后甚至呢 它可以像这样子 就是有点变成一个桌面 可以放电脑等等 然后也有那种延伸可以拉出来的架子 反正它有各式各样的组合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 就是它这里虽然是写衣服啦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可以 有那种穿一次的衣服 你不知道放哪里 你也可以用一个像这样子的 比较小的铁架 把你穿过一次的衣服丢在这里 然后挂在这边穿外套啊或什么 下面放一个篮子 然后放你今天的包包 或者是穿过一次软软的衣服 不用挂的放在上面也OK 全部就是看你怎么活用 所以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示范 那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真的可以去看这一本书 原因是因为 我相信它可以带给你蛮多的灵感 而且 你本来不知道怎么做的 也许看完它之后 你跟它 你发现 喔!原来我好像可以跟它一样 像这样子 把衣服放在一起 老公的东西容易乱丢 就再增加一个铁架 让他放一些平常会随手乱丢的东西 就放在这个铁架上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我今天的直播到这边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这一本书 还有如果你们对亲子收纳有兴趣的话 就是你们可以去报名我们的亲子收纳挑战营 好!那我今天的直播到这边 谢谢各位!掰掰!